请诸位同修先开注解384页 384页 请看第三行 有佛一切智慧成就孤 过去未来现在进不进 动不动 一切世间寥寥昔之 故名为佛陀 这是给我们解释佛陀的意思 佛的智慧达到的究竟圆满 毫无欠缺 他对于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 等等所有事项全都清清楚楚 包括进不进 动不动 他都知道 现在请大家看参考资料下策 一千一百五十六页 一千一百五十六页 参考资料下策 大家找进不进 有看到的一千一百五十六页 好 在余瓷师第六第八十七卷 二十五页 有说 未必必诸行于未来世衰老法故 说明净法 法是无常的 净是他灭了 或者接近灭的时候 生住意灭 接近灭的时候 这是净法 而无为法不净 为什么 他常住 这是讲到净 下面再说无净 无净 无为法离生命之相 有有为法之缘起 一多相及 故为无净 无为法之无净 全教所谈 有为法之无净 实教所谈 华云宗圣谈此意 无为 没有生命 没有现象 没有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也没有自然现象 永恒不变 这叫做无净 这是无为法 有为法里面 它的缘起 一多相及 故为无净 一多相及 不太好懂 不晓得大家 小时候 有没有玩过一个玩具 叫做万花筒 你看这万花筒 一旋转 里面呢 有许许多多的想 千变万花 无常 无净 这叫有为 有为法里面 也有无净的意思 无为法的无净 全教常常说 像三行为的菩萨 经常讲 有为法的无净 是实教 所说的 华云经 法华经 就是一圣教 他们常常讲 说什么呢 信相不二 信相一如 而全教 把信相 分开了 实教的说法 全 实 是一 不是二 无论从信 从相 都能看出 它无净 不但信无净 相 也是无净的 在《为摩经》 《菩萨行品》里面讲 何谓无净 为无为法 这是一圣教里面经常所提到的 祖约 赵约 赵约 这个赵是指的 深赵大使 他老人家讲 有为法有三相 故有净 无为法无三相 故无净 大日经书 十四约 无净者 即是 无相别明 有三相 无三相 这个三相 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讲的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佛法里面讲 阿类也的三细相 业相 转相 境界相 他们说法不一样 其实意思一样 有为法 是阿类也的三细相 所以有净 无为法 转阿类也 成大原净之 这三相 没有了 所以叫做 无净 这是讲到净不净 下面再说 动不动 欲界之法 无常迅速 故为动法 上二界之法 长久 顾明 不动法 这是把六道 来做一个分类 那么欲界呢 包括我们人当 变化迅速 这是动法 而上面的色界 无色界 他们维持的时间 比欲界要久 要长 所以叫做 不动法 这个动呢 是说 心在动 念头在动 物质之所以产生变化 是因为我们的心念呢 有变化 虽然说 色界天 无色界天 他们变化的频率 没那么大 但是他这个 不变呢 还是有 一定的 连线的 孩子会有消失的时候 在佛仪教经里面讲 一切世间 动不动法 皆是败坏不安之相 一切世间 这是讲六道轮回 六道里面 不动法 是上 色界 无色界 动法 是下面的 欲界 这个欲界里面 可以讲 六成天 都是动的 假如说 欲界的第六成天 天主 魔王波荀 他不动就好了 他如果不动 那很多人修行 很快就成就了 前面提到 魔王波荀 他的情职很重 舍不得我们离开他 所以我们想要 出这道 他想方设法 来障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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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